就在刚才关于癌症的治疗 医学界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并且令人惊喜的是 研究成果来自两位华裔科学家 最近美国华裔专家陈俊伟带领的团队发现 两种细胞表面蛋白共同刺激 癌细胞的生长 如果迫害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 就可以有效阻止癌细胞的生长 这项突破性的研究成果 对治疗癌症可以说是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按照传统医学界的现有共识 癌症治疗方法通常会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 为人体带来巨大的副作用 而这次美国著名癌症研究与治疗机构 希望之城则是另辟蹊径 为挽救更多癌症患者的生命 带来新的曙光 据多家主流媒体的报道 华裔科学家希望之城系统生物学 华裔副教授陈俊伟带领的团队 经过数年的努力 发现了一种新的细胞机制 陈俊伟团队发现 两种细胞表面蛋白整合素 αV和β5 共同刺激癌细胞的生长 科学家们认为 如果能成功破坏αV和β5的相互作用 就可以阻止癌细胞的生长 科学家们在进一步的研究中确定 控制αV和β5两种蛋白质之间相互作用的 是β螺旋酱结构域 在取得关键性突破后 陈俊伟团队进行了大量的实验室实验 同时在电脑模拟相结合 发现了精确把项β螺旋酱结构域的潜在癌症药物 CPD-AV2 科研团队随后在实验室中将CPD-AV2 应用于人类癌细胞 结果发现整合素αV和β5迅速分离 这两种蛋白质之间的通讯被破坏 从而有效的阻止癌细胞的生长 导致癌细胞死亡 临床上 研究人员发现整合素αV在多种癌症类型中表现突出 在癌症的发展中起到主导作用 数据显示3700名乳腺癌 胰腺癌肝癌肺癌和脑癌患者中 高水平的整合素αV与不良愈后也相关 通过拓展针对整合素αV和β5之间联系的靶向治疗机会 希望支撑领域的研究 发现为癌症治疗和未来药物研究提供新的有效途径 陈博士表示 我们的研究展示了CRISPR基因编译技术的创新应用 其实是了蛋白质上具有致癌能力的先前未被发现的位点 这一突破为下一代肿瘤治疗的进步 开辟了新的途径 标志着希望支撑对抗癌症的重要里程碑 科学家们估计 高达1100种不同的蛋白质存在于癌细胞的半透性表面上 其中许多蛋白质的生物学功能可能会影响疾病的进展和治疗反应 该区域为医学干预提供了宝贵的把点 因为有很多表面受体和信号蛋白可以被设计成有助于传递癌症治疗 整合素αV和β5属于整合素家族 是一组在调节细胞相互作用中起核心作用的细胞表面受体 尽管这项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 陈俊伟表示 CPD-AV2化合物目前仍然不是真正的治疗药物 离最终应用于临床还有一段的距离 然而他指出 这项研究成果为未来的癌症治疗和药物研发提供了重要的新思路 陈俊伟还提到 这项研究成果的发表离不开团队成员的共同努力 尤其是第一作者Niko M. Madison 他表示 华裔科学家在顶尖科研研究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近期 陈俊伟的科研成果 终于在权威的《自然结构与分子生物学》杂志上发表 陈俊伟还特别提到 自己的团队中华裔科学家占到一半 自2019年开始 在长达四年多的时间里 十几名团队成员夜以继日的投入到这项科学研究工作中 终于获得了重大的收获 说起华裔科学家在抗癌工作的贡献 还有一位杰出女性不得不提 那就是凯瑟琳吴 美国波士顿达纳法博癌症研究所的肿瘤专家 凯瑟琳吴针对个体肿瘤基因组的不同情况 开发了癌症疫苗 在临床试验中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保护水平 就在今年2月中旬 凯瑟琳吴因为在癌症疫苗研究方面做出了决定性贡献 获得了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的舍波歌奖 每个人的癌症在基因上都独一无二 吴博士和他的团队发现了如何识别这些突变 并利用身体来对抗它们 初步试验结果显示 这种策略对治疗 黑色素瘤和胰腺癌等难治性癌症 有着越来越大的希望 并且最终可能适用于200多种癌症类型 目前吴博士的团队和其他医学研究小组 正在与默克 莫德纳和Biotech等治疗公司合作 开发治疗移腺癌 肺癌和黑色素癌的疫苗 并正在进行实验 癌症这个医学界的最大难题 近年来在科技发展的势头下 也变得并非坚不可破 而在其中还有那么多华人为之付出贡献 并取得巨大的成就 这值得所有人为其鼓掌喝彩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